桃園移工舞廳久違出現人潮 结果违规连环保 你还没有打疫苗 没有打疫苗不可以来 你不知道吗 就算客人不知道这项规定 有条件开放前就宣导过很多次 第一把关的业者怎么还放行 结果其他拿出小黄卡的客人 也通通不及格 要满14天才可以过来 打完满14天 你知道吗 要满14天 知道你怎么会进来 老板有没有问你 打针 有吗 有 还有钟你还可以进来 远景看了下上面的接种日期 算一算不对 根本还没满14天 就等不及来跳舞 还试图想帮业者说谎 被戳破后 骚骚头 露出一个尴尬的微笑 连带都没带 竟然还能进场 21号晚上 桃園警方临检辖区 四间大型移工舞厅 没有一间过关 共查获49名移工 没有打疫苗 或是第一剂施打未满14天 违规冠军就在中正路的舞厅 抓到了42人 远景痛批业者 根本要钱不要命 跳舞会近距离接触 喝酒聚餐 也会有共识的问题 完全没有防疫观念 现场除了记录下来 移请卫生局裁罚 也怕有些人不清楚规定 又重复宣导一次 就怕防疫破口又再度上演 TVBS新闻林志伟 吴玉亚桃源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